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有一个被公司雪藏,近二十年被人重归,大众视线,他就是孙耀威,相信有很多人都曾看过他主演的那部《乌龙闯行官》,可能很多人到现在也知,记住了他在剧中的名字刘并怡,而忘记了他演的是汉朝的哪一个皇帝,他饰演的这个皇帝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汉宣帝,但是知名度却是比较低,刘并怡虽然身为皇族,但是从小就已经历很多的苦难,他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遭逢屋谷之乱, 太子刘幅遭人险害,被汉武帝下令满门抄斩,全家上下只剩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刘并怡被收戏,白临时设置的监狱里面经历几番挫折之后,刘并怡被赦免无罪,后来更成为了皇帝,西汉时期,只有四位皇帝拥有妙号,这四位皇帝分别,是太祖高皇帝留邦,太宗汉文帝留恒,是宗汉武帝留彻,再就是中宗汉宣帝留选,可见汉宣帝在西汉的历史上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前三位皇帝也是我们 非常所熟悉的三个皇帝,但是汉宣帝为汉朝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时期汉达到了鼎盛时期,汉书中更是评价汉宣帝,时期是西汉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是他的存在感觉非常的低,其实也是有众多原因的,首先在汉宣帝之前就有了三位非常著名的皇帝,离他最近的又是汉朝时期知名度非常高的汉武帝,因此汉宣帝活在了汉武帝的光芒之下,尽管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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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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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忽略了他本身的一些作为 其次就是近些年来 影视剧对他的遗忘 除了孙耀威的那部戏 说汉轩帝的乌龙闯情观 我们很难再看到 与汉轩帝有关的历史剧 近些年那些新工剧的热播 是很多并不为人所熟知 的人展现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中 也被人知道 可见影视剧的宣传 也是非常重要的 汉武第17专用董仲书 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汉轩帝对儒家 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汉轩帝非常的反对专用儒术 甚至还曾说俗如不达时宜 好施骨飞金 诗人炫乌明石 不知所守和祖伟认 这样的话 自然是得罪了当时的儒家文官 而那些使官 也都是儒家中人 被汉轩帝这么一说 自然也会带化了汉轩帝的一些攻击 所以 这种种原因综合起来 才造成了封建王朝中非 常有成就的皇帝 不被人所知道 名度非常低这样的现象 君明天非常的处理 面对我来讲 一点点 导致先生